你 马华东 你是不是疯了你 你这是什么态度 当初 我是看你可怜才让你入职的 你就是这样对我的 我赔 你当时要了我两万块钱 说是进公司港外配信位 我进了公司之后吗 你配信过我吗 我丢你老妹的推钱 这是许可喷人 老子这么多年给你当牛做吧 我天天给你加班 天天给你挡酒 结果呢 命都没了 都万一所事 你现在要刺我 你还是人吗你 各位 看见没 老马呀 一定知道自己被裁员了 所以精神病发作了 快快快 给爸妈打120 打120 老马 你怎么说你是公司的老员工了 你咋能这么冲动呢 就算你被裁员 这流程不还没走呢吗 林主管 他到底就还是你的主管 我把区域杀了 你给我闭嘴 让你说我了 要不要把你那些破事也都动了出来 马华东 你他妈敢打我 你有病什么 对谁要谁啊 对我有病 我眼瞎了 我当时收你为徒 我死刑塌地的教你 结果呢 你怎么对着我 你个白眼啊 我他妈瞧着你教我了 要怪都怪你自己傻 你大呀 我妈怎么这样 看什么看着 告诉你们 你们也不是个什么好东西 你们平时点外卖 点咖啡都是一只 到我这呢 全是我自己花钱 行 今天你们不把钱还给我 我跟你们没完 我叫马华东 今年三十五 在家被嫌弃 在公司被军队 喂 恩哥 你吃了吗 你吃了吗 厕所没纸 你帮我送点纸呗 我这有试试试 我让过吧 快点 老马 晚上跟我去见客户 让你准备的那台子跟滑子 咋样了 队长 我让你给钱准备 你上次那事还没给我报警 我是不是跟你说 要提你做副组长 你这不是坑我吧 你这事都说了两年了 我这个脸就比多还干净 我怎么办 这样 你 你先给我打个箭条 我回来了 这天天光看你加班 怎么不见你涨心呢 哟 那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在那边鬼混呢 是 行行行 一会把晚上了啊 有法案 今天让我加班到九点之后才能回家路 哎呀 吵什么吵 哎呀 没看见我们在看电视嘛 待会把地也拖了 我以为我能一直忍 直到医生说我确诊癌症 即使是保守治疗 存活气也是有一个月 风险太大 你看这里 癌细胞扩散的态度 即使是器官移植 也于事无法乱 可 可是 我才三十五岁 我儿子那么小 还有我老婆 我只能给你建议 吃好喝好玩好 别留遗憾就好 那个谁 能吧 快 下去接一下客户 估计 还有半个小时 吃到楼下 啊 马和东 老子他妈跟你说话 是聋了你 啊 你他妈想聋了 你全家都聋了你 马和东 你他妈的是不是吃错药 是不是不想干 刚好我正准备才员 这个吵了你 听啊 你查啊 我看谁才人 大 你 你 疯了 疯了 马和东 你 你是不是被什么脏东西附体了你 啊 平时三棍子都等不出一个屁了 今天是变了份儿的撒谎啊 谁给你的用钱 我看就是我们平时对他太狠了 飞主管 别跟他废话 直接宣布裁员名单 让他第一个滚蛋 你说什么呢 来 你们来 嘿 你们俩呢 来 赶紧 他给我拉住 快快快快 快点 哈 快快 快快快快 别过 快 快快快快 来 快 温州 我赶紧 便 一扳 三 六 五 姓林的 你是个我的 你怎么当上了猪宝 你心里没人要逼住 骚扰女同事 还把人肚子搞大了 逼人去辞职 还有啊 把你个大肆不适的发小 招到公司里来 你们知道不 上个月记住的奖金 是不是没有啊 就是让这两个孙子 给你独吞了 你胡说八道你 变派了你们 诽谤 老子要告你诽谤 麻烦动 我现在就报警 我让你少子在放司里面 待到死 用事不得反射你 你报警是吧 那我也报警 我看警察来了 抓你还是抓我 反正证据是吧 证据我手机里有的是 谁吧 原来老马说的都是真的 你个臭流氓贪污犯 上个月奖金没发 原来是你们这队王八蛋 闭嘴你们 好你小子 你竟然把老子泡妞的事情告诉别人 我竟然不弄死你 我去你的吧 后才不吃我病好了 老子讲这鸟腿 也不怕撑死你 都给我住手 我不是过来让你宣布裁编 都不吃又不在名单里头 你们两个死把个什么劲呢 老板我这 老板您是过来裁我的是吧 那太好了 把该赔偿我的工资和赔偿款 全给我 我是一分钟不想在公司里待 马化东是吧 我也一分钟不想再看见你了 大碗就在那 你现在可以滚了 快快快 我说把我的工资和赔偿款都给我 你听不懂呢 他平时说话都这么嚣张吗 他平时啊 反社会 超羞 这都是他咋的啊 不是 你还配分我要钱 你看你把我办公室都糟蹋成什么样了 不行 今儿你必须得赔我五百块钱 否则你甭想出这公司门 对 你们一个个的都是一帮伙子 不着急 行 我自己呢 去 去 别 你 干嘛呀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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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他 放他 不了 真不了 脖子 你 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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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推 哎呦 哎呦 我去发财是不了 哎呦 哎呦 发财吧我我的财运风水呦 财运风水你连着不当晚要发财做梦吧你 怎么了 怎么了 打 他的医药废物 他给我狠狠了 死人了 你都死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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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死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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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哎呦 黑心老板 给我钱 哎 给我这个网络的啊 他不给我钱 不给赔偿 还打我 你们给我拼命理 哎 有没有网络啊 老板 就是我我还打破了他 啊 可没看见他那手机直播着呢吗 还漏着干什么把手机抢走啊 哎 那个 哎 你搞个废话 滚滚滚滚滚 孟组 告诉你啊 就是皇帝的 原来我有大人吹吓血 你开半股 哎 够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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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哎呀 赶紧偷着财务 立刻给他支钱 哎 你呀 拿了钱之后赶紧给我滚打啊 滚滚 哎呦 好疯啊 还有你 虽然你们对我不人 但是我不能对你们不义 通知一场 今天我就免费告诉你们 裁员的名单 小李 刘先生 李洞 张鹏维 你们所有裁员名单 都在无耻手里 这个手机 是发着 哎哎哎呀哎呀哎呀 你还拍什么 别别拍了我给过你钱吧 把手机放在你 这竟然是真的 我可是公司的元老 昨天你还骗着我去拉客户 合着你想过着合差 潮是吧 不是 不是我钱 总老板 你已经下头难 你睡了老娘三次 需要给我升级加息 到最后却要给我扫电 出门 退 你这个死辫子 他回去说 他回去说 打死他 他在这儿 听我说 没被裁员了 也别开心的菜坊 这个 把老街都给开了 以后 你们就轮流 想吃酒吧 所以说 能赶紧被裁的 就赶紧被裁 要缓了 他没钱了 那么放屁 不是这回事 放屁 我说你这个贱人 怎么不让我看 是跟着个 我们俩多打他一块 难怪啊 天天问你嫂子 在不在乡 我全天替你打开 我问你大兄弟 你帅我女人 行了 嘴巴干净点 被你发现 我也不藏了 别混 马哥 今天下边 怎么这么走 该不会被裁员了吧 就你这帅样子 我该 打死你了 你干什么呀 马哥 你放手 不是 把死你们 把你压死我了 马哥 你干什么 我比我来 不会放过你的 你干嘛 马哥 马爷 马爷 我错了 还不停吗 别打了 再打珍珠人命了 啊 七年感情 全都把我拥有口 马哥 知道你这辈子 最大的悲哀什么 就是你只有感情 没有钱 马哥 我有钱 只要你把嫂子让给我 这样 开个价吧 钱多少 行 我自打结婚 跟他在一块 才礼拜 把他取进家门之后 他一天晚上没上 把他全家老小 接过来 全他妈是我负责 不过你不要 三十万 把他带送 成交 现在就去民政局 给我 但是 儿子跟我 什么 成什么闺女啊 儿子又不是你的 你说什么 我说 儿子又不是你的种 成什么闺女 你不会以为 你还会有儿子吧 要我说 你就应该多谢谢王哥 让你喜当天的几年 你们两个 都早就够搭在一起了 好 是不过巧子 谁让你那么客气 天天说 嫂子手艺好 还总带我上家 你什么 你们两个 这畜生 马哥 话别说这么难听 算起来 还得多亏了 你给我俩 亲切搭桥 不过 我这更过意不去的事 你还帮我养了 这么多年老母孩子 谢谢王 哎呀 什么过意不去 他本来就是个废物 还就是在伺候我们娘俩上 还算有点小心 当初要不是 看看这套房子 老娘哪愿意 嫁给这个废物 哎呀 我去你爸呀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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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呦 不准气了爸爸 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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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你爸爸 胡说 王叔才是我爸爸 我妈说的 老花灯 你长本事了是吧你 你还敢拿到了你个废物 你来呀 你竟然砍死我 你干我呀你 你要是不砍死我 你就是我死你的 你干 再来 从此之后 我妈去倒了 兄弟啊 今天这套房子麻烦一天给我卖出去 我给你贴二十个点 二十个点 放心吧 盲先生 包在我身上 好 他总需吧 你忙来给我花 哪个王八肚子 光天化日 也敢入室抢劫 我去你大爷的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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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花董 你已经被我们撒地充满了 谁让你进来的 滚出去 他把那安门都砸坏了 哪那么容易让他走啊 妈呢 哎 钱 够啊 这是我家 要搁也是你吗 嘿 你个小兔崽子 你给我听着 这房子 是我女儿送给我的 留给他弟弟 娶媳妇的婚房 你呀 赶紧把这个 休门的钱赔上 滚出去 不然 我就报警 让警察抓你 你信不信 房产证要写的是我 老公子啊 你们未经我的允许把锁换了 而且霸掉我的家 我告诉我 我现在就报警 哎 我让你报警 我让你报警 你个 你个老子 让我给你洗衣服去 让我给你捏紧 哎 还让我给你买菜去 你小 跑过来 哎 我这样的打我 我让你骂 哎 站在我出场玩 我 兄弟 这房子脱网回你了 把这些脏东西 给我清理出去 再给你驾驶 得嘞 嗯 你 马花董 你个玩玩 gotta raise a little nail ga somebody gotta gotta raise a little nail 马总 您挑好了吗 要 哪一件 全都有 啊 啊 我活了三十多年 一直沒活命 但是 我沒想 就這三年我活明白了 我這三年我活通透了 來 也不忘此生 我這三年我活通透了 我跳起來 今天 我買這 新冠牛逼 坤哥不忘此生 你知道嗎我一生才華沒有人看到這 誰都知道 我 被我兄弟 我的兒子都不是親生的 哥哥 先生 不好意思 您之前那張銀行卡刷爆了 啊 疑惑 疑惑 窮兵還裝大款 真他媽瘋了 也不看這是誰的場子 進 我幹什麼 我 那 你 我 一套幸福一萬 我才一五才 我還沒動手呢 就死碎了 你說得挺真疼 那個顯破爛的 怎麼那麼像馬化東那個綠毛龜啊 討厭 這個時候 提那個費用幹什麼 別別別 我看眼花了 你 你怎麼有病了 不睜眼啊 這是車開的地方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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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來的吧 懂不懂規矩啊 這是老素的地盘啊 是啊 大爷 我這泡骨水 我又不搶你瓶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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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咕咕咕咕 你喝完逃走怎麼辦 你這麼年輕的不好上班 來搶我的垃圾 要不要臉 死去吧 不是大爷 我又不是撿垃圾的我 走走走走 憲哥 說在這裏 那無聊 死去 呱 哦 老大爷说的不对 我这没死 没白活 没白活 我没死 重生 重生 你短句看多了吧 人生在世 没有什么事是过不去的 是啊 人生都过去了 怎么把老天爷跟我过不去 相思一思 你这你怎么这么狠的心呢 你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长 好像我们孤儿寡母 都会也不活了 你可见着了个什么 过出去 先生你冷静一下 您夫人看您昏迷不醒 已经哭晕过去好几次了 这么好的夫人 您哪里找呀 你后边说 你可不要俩了 你现在跑来干什么 你是看我笑的 老公 老公 上次是因为儿子生命主要我找我累积钱 他要挟我 我在那么说的 我不是故意的 千错万错 都是我的错 老公 你别跟我说儿子 你冲到我你上去 你还是个男人吗 他只不过是犯了每个女人都会犯的错误 您就原谅他吧 老公 你打我 你骂我都可以 但是你不能拿自己生命开玩笑啊 你对了这么大的事情 你怎么能不告诉我的你 我是看明白了 你是觉得我活不长时间了 刻意过来看我笑话的 我没有 我更忘了已经断干酒了 他就是个大骗子 反倒是老公 你对我 对我们这个家付出了这么多 我 我却没有好好珍惜你 现在你得了癌症 我只求能在生下的日子里面 好好地伺候你 老公 你就给我一个赎罪的机会吧 哪怕 哪怕我给你端水端尿 都没有问题 这个野人怎么突然心情大恋 他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样 好玩啊 你手在这蘑菇猴子讲慈悲 我现在看着你多恶心 赶紧给我滚 爸爸 你怎么了 走开 我不是你爸 老公 你替我解释 那天是我们吵架都在气草上 我故意气 你才那样说的 咱们家小明是你亲生儿子 爸爸 爸爸 你别不要我 好玩啊 你骗我骗得还不够什么 那我当傻子耍什么 我没有 小明真是你亲生儿子 不信你看 小明真是我儿子 小崽子 愣着干什么呢 还不赶紧给你爸道歉 有个奇爸爸 我错了 我不应该帮外人亲你 等我长大了 一定好好消除您 给您养老送终 您渴了吧 我给您倒杯水喝 儿子 好好照顾你爸爸啊 妈妈是接个电话 喂 宝贝 事要办怎么样了 放心吧 马化东那个废物 很快就会被我母子拿下了 还好上次回家收拾东西的时候 看见他的化验单 要知道 他所有的保险 收益人口都是我 加油 亲爱的 咱们这也算是 废物利用 大功德一件呢 我等你好消息 大化东 你不是想死吗 老天爷做不到的事情 我能 老公 逃累了吧 我来跟你细细讲 我自己来就行 不行 你是我男人 伺候你本来就是我的本分 以前我不懂事 像以后这种 端茶倒水 喜欢得起内裤的活 逗我来 你养家赚钱 已经很不容易了 温柔 这结婚七八年了 你还是第一次这么温柔 获胜 我老公是我们家的顶梁柱 所以你一定要给我用最好的药 不管花多少钱 哪怕卖房子砸锅卖铁 我去卖血 我也一定要把我老公治好的 你人真好 放心吧 我们一定会尽力的 老公 你没事吧 药 姐 你脑子被驴踢了 你在这伺候这个要死的废物干嘛 说什么呢 就是 温柔 你快跟我走吧 他差点要砍死我们 还是离这个丧心病狂的人远一点好 不 我哪里都不去 话都是我老公 他还是个孤儿 如果我要是不照顾他 他该有多难过呀 你抽什么疯啊 姐 你不是瞧不上他吗 说他这个窝囊费 然后又挣不到钱 与废物呀 眼睛进沙子了 够了 那都是以前 我已经跟我老公道过歉了 他已经原谅我了 从现在开始 任何人都不可以欺负他 包括你们 你们给我滚 滚啊 快点滚 快点滚 滚 温柔 你这又是哪一转 妈 你们差点坏了 我大事知不知道 姐 我真是不明白了 你不是说那个废物臭吊子 碰都不愿意碰下吗 咱也洗上脚了 你以为我愿意啊 姐 你要是被迫了 我现在就带你走 他敢碰你一下 我让他永远躺病床上 你懂什么呀 他虽然是得了癌症 但 但是他毕竟是我老公 忙前忙后的为家里付出了那么多 妈 你的养老金是他带交的吧 还有你 你房子的首付还是你姐夫借的呢 你也不收啊 这些钱 不都是你让我们要的吗 那是我为了试探他对我的态度 现在试探出来了 所以我现在更要好好对他了 我们全家都欠他的 如果在他生病的时候我就离开他了 那我还是个人了吗 我 我知道 你们都看不上他觉得他没用 现在真的少 我之前说的隐忧还背叛了他 所以他现在得病了之后 我不管他多怨我 多恨我 我死都不可能离开他的 姐 你真是无可救药了 妈 咱们走吧 不管他了 你呀你 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 跟那个废物有什么区别 你让我怎么说 你好 小 老公 怎么在这站着呢 别着凉了 我扶你去休息 就不信你不上钩 老公 医生说咱们可以出院了 回家你得静养 观察一周之后再说 之前呢 都说我太婚了 也没给你和孩子 留下什么东西 要不这病就不治了 能生点事点 老公 我不许你这么说 这件事我有错在先 是我欠你的 我愿意用余生来补偿你 这些话你以后不要再说了 这病咱该是就得治 只要命还在 一切都有希望的 老婆 我记得 之前有个人数保险 说一个人是你的名字 对吧 是啊 怎么了 这笔钱 应该是我这辈子 最赚的一笔投资了 等我死了之后 要有孩子就能拿到这笔钱 也够你们后半辈子 活了 老公 我不要你的钱 我要的是你活着 老公 你还要给咱们儿子娶媳妇呢 你不许把什么死啊死啊都挂在嘴边 虽然迟到 但我终于得到温柔的爱了 这辈子 来人是走一走 不愧 反正你也没有几天活头了 老年就委屈委屈自己 再陪你演完最后这出戏 我们回家 儿子还在家等你呢 行啊 我不是把房子卖了吗 我找人托关系 给咱们找了一个暂时住的地方 你去了就知道了 嗯 给我吧 老婆 这是咱们新家 嗯 你怎么在这 让开 兄弟 我知道你还怪我 之前和嫂子的事的确是不对 我 我向你道歉 兄弟 你也配说这两个字 你在兄弟的床上是兄弟你 你配吗你 我 董哥 骂得对 我太完蛋了 是我色迷心笑 这样 你要实在欺负我 你 你打我一段 我绝对不会受 打了 董哥 我也是刚知道你生病了 兄弟心里这个难受啊 咱俩可是从小穿开裆裤一起长大的 这时候我再不拉你一把 我他妈还是人子 这个房子 算是我补偿你的 你务必住下 说 你能想先进了一趟 稀罕 我们去 爸 我好困 我晒早不懂 我要睡觉 老公 咱们今天都忙活一天了 你看儿子他也累了 要不我们就在这歇歇 歇歇再走 老公 我知道你有骨气 我也记得你是条汉子 但是孩子太小了 他是无辜的 你总不能让他们娘俩 跟着你流落街头吧 老公 躲起这行虽然难忍 但我也没几天活脱了 之前卖房只怪自己太冲动 这套房 就算活出这道理 也我们一步谈了 之前恩怨一批口响 我以后再也不想见到你 滚 滚 我滚 我滚 老婆 嗯 我这在医院 也没好好洗个澡 你和儿子也累了 在这休息吧 好 妈妈 我睡觉去喽 晚安 那我们去 走 这几天我可想死你了 你个死鬼 好记什么呀你 要上那个飞舞班线了 我们不是前功尽弃了 你不是已经把他拿下了吗 怕什么呀 来 再让我亲两口 讨厌 什么声音呀 家里来人了 这几天没人住了还有老鼠 我就知道王里他没按什么好心 马化东先生嘛 实在抱歉 前段时间我们医院的检测设备出了问题 出现了误诊的情况 现在跟您确认一下 您没有得肝癌 原来我没得病 可能我得好好正想 这样 才能让老婆孩子过上好日子 老天都让我们重新开始 文柔对你也好感谢 什么 马化东没有得肝症 什么玩意 那废物也得肝症 郝文柔 你他妈在搞什么呀 郝文柔 他怎么来了 你不是说过几天他腿一蹈 几百万的保险费就到这儿吗 我这才叫咱们儿子去叫那废物点 你告诉我 这他妈到底什么情况 这能怪我吗 谁叫那废物 跳楼都摔不死他 好不容易得了癌症 还是个误诊 害得我还给他洗脚 啊 我辛苦 不行 这钱我必须得拿回 家就没有必要捏早拿 过来 你真是一个狠毒的小毒妇 不够我洗的 行啦 快快洗完澡了 你回去 你呢 就等我的好消息 要快 我最近呀 上火上的太厉害 别别的暗烧啊 你 好温柔 既然你对我不认 你就别怪我对你不一 站住 东哥 这么久 我 我正好回来拿点东西 拉了什么呀 是不是钥匙拉这个 你看看你 钥匙拿了就赶紧走吧 我和你东哥还要休息呢 哎呀呀 别啊兄弟 你看你送我这么大一套房子 我都没来得及感谢 咱们这么多年了 没好好坐在一起喝一段 你 他不会 刚才都听到了吧 我想明白了 兄弟夫手足 以人啊 如衣服 老公 咱俩这么多年风风雨雨 可不能以为这点小事就撒了 废物就是废物 我还真多么高呼你啊 只要有我在 都是兄弟 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 嫂子 柜子里我记得还有一瓶好酒 你去拿来 再弄点好菜 我们兄弟坐一坐 嗯 好 去吧 来 坐 老婆 瓶盖擀开了吗 我帮你啊 老公 我马上就好了 好了吗 好了 哎 那这杯怎么和这两杯还不一样啊 老公 你刚出院 不能喝多数太高的 所以又给你倒了杯果酒 白脸是我的媳妇贴心啊 行 你放这吧 我得 我洗个手 谢谢老公 东哥 我敬你一个 满花洞 夫妻一场 你这个穷逼的死 如果能换来百万的赔偿 才算是对得起了 好不好 我记得 你喝酒过敏 不行 你把我这 我去 老公 你忘了 你现在啊 是恢复的关键期 本来是半代酒精都不能沾的 我让你喝果酒 已经是魄力了 对了 我们都很关心你的 这样 我提一杯 就祝我东哥 早日康复 来 行 来来来 老公 这酒 感觉怎么样 我去 趁他晕倒 拿这个悶死他 然后再伪造一个意外的现场 死妃 我上岛 老子现在就弄死你 我上岛 你怎么回事 起不去这么大忙 我上岛 你怎么没事啊 你明明喝了那杯酒 有你这样的行 我怎麼敢喝你的酒 警官 我只是一個卑鄙小人 陰險的是你們 自作年不可惡 我為你們全家作牛做了 而你的 竟然殺我騙我 你這個毒婦 就殺了一百遍我都不嫌恨 糟糕 糟糕我知道錯了 是他救死我的 糟糕 糟糕你真心 你要幹嘛 殺人是要償命的 你不能吵 你不能吵 酒是你們自己喝的 怎麼送我殺人 哎呦 不好意思 巧華了 拿回去自己拿呀 我剛說這藥效來的快 還是你跑的快 黃毅 黃毅 你這麼好痛 我偏向過敵人 老天爺 我到底抓出來是嗎 你叫我對我 董事长 少爷这也太惨了 这些年他一直以为您在非洲打黑共 要不您直接摊牌吧 告诉他 他其实是天马集团董事长 世界首富马腾飞的儿子 欲盖文官 必成其重 这么多年 我隐藏身份 就是为了锻炼的 让他自立自强 不能因为仗着家里有钱 就顿吃等死 只有成为精神上的绝对王者 才有资格成为我亿万商业帝国的接班人 是我太苛刻了 还动而扛不住 也罢 是时候让他知道 他老子的真正身份了 为什么不让我死 不是哥们 你躺在大马路中间干什么呀 这外卖 因为你全撒了知道不 你这外卖撒了 我这人生全没了 真有意思啊 这不活得好好的吗 我不管啊 这外卖 你说什么都得陪我 我人还活着 等我钱还没了 我的人生是个笑话 你知道吗 自从我查出了 我回到公司就被财了 我背了财 我媳妇出轨了我兄弟 我白给他妈养了七年的孩子 到最后查出了 我的爱人是个 你说这老天使给我开的最大的一个玩笑吧 你他妈这算什么呀 我之前可是开老四来四的 现在起个破电轮 还是要把日子过好吗 老四来四遍天灵 人父反屁 一口喘气 我不管你有钱没钱 那都有咱自己的活法 老天爷让咱受求 不给咱好日子过 咱就要跟他摆摆手腕 谁输谁赢 还不一定呢 您的订单即将超时 请及时处理 妈的不跟你废话了 我去送外卖去了啊 没错 比赛才过中场 老天 我告诉你 别以为这样 就能大败我 我要跟你撕磕脑底 不愧是我马腾飞的儿子 摆着地图提示您 您已偏好 我 哎哎哎 站住 送外卖的不让你进 得了 你看我这时间来不及了 你又痛不痛了没 这可是高档小区 你是什么神 是你这种穷不一堂劲的呢 黄同学 呃 喂刘女士 你们小区那保安不让进 要不你过来拿一趟吧 点个破外卖还让我自己去去 你赶紧替我吃了吧 两分钟见不到外卖 你就等着差别吧 不是你 超十亿分钟 你这死在都想跑 死 这份外卖 我不要了 还送了半钱就两个投诉 今天的工资扣掉 回去再过二百罚款 再有下次就落滚蛋 不是 行行行 我保证下次不会了 哦老板 站住 野虾呀 外卖员和狗不得入内 看不见呀 这不是马化东吗 瞧你这熊样 你之前不是还在我面前哄吗 呦 现在怎么怂了 你接着哄啊 废物玩意儿 狗老板 你来正好 你的外卖 天不了 你看看 你这满身的汗多脏啊 这么脏 你让我怎么吃啊 狗老板 我们外卖员都是提前上官的 如果提前不过 我们也没法工作 行 光提前有什么用啊 穷病 那是体验不出来的 行啊 看在咱们之前同事一场段份上 我也不为难你 把餐给我吧 谢谢啊 你这是恶心我的事吗 你自己没拿住 你这个送外卖的怎么说话呢 这是你的服务态度吗 你信不信 我现在就投诉你 哥哥 我第一天上班 我眼下 我有病 你别举摩 谢谢了 早这样不就完了 求人 就要有求人的态度 我现在给你两个选择 要么 我现在打电话给外卖大区经理 让他的全横业封杀你 要么 你跪下包把鞋挺干净 看在咱们同事一场的份上 我不去包你 我擦 你呢 他像不像条狗啊 你肩不肩呀 让你舔你还真舔呀 你不嫌脏 我还嫌脏呢 我告诉你 像你这种社会底层的垃圾 之前在公司 我能把你踩在脚下 现在你送M 依然可以把你踩在脚下 你这辈子都别想翻身 忘了告诉你 你之前不是不想让我发财吗 前几天 我们公司刚刚接到了 天马集团的注资 知道天马集团吗 世界顶级的投资公司 我发现 你呀 就是个扫把星 我刚把你辞掉 我们公司就上了一个大台阶 说完了 说完我走了 走当然能走 但是你得把这儿 给我擦干净了 给他拿个放大镜 我一粒尘土都不想看见 一个臭送外卖的 有什么可豪狠的 敢给老板较劲 不该 这大理石地砖可是肥免进口的 把你卖了都不知这锅砖 不擦干净 哪都不想去 你开不上的样子 三十年喝冬 三十年喝写 总有一天 老子要让你们跪在我们一起 找征服 能在那 快追 弄着干什么呀 快走啊 到了 到了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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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谢谢你啊 这个还你 那个那帮人是追你的 是他们 我是今年刚毕业的大学生 我刚出来找工作 就被骗你传销组织了 他们就是来追我的 大哥 我已经无家可归了 你能不能收留我呀 这一身名牌 这加起来都比我送一年外卖都多 再说我一个大老爷们 收留内衅行方便 你真是狗木头 从来都是我叶星成拒绝男人 还没有哪个男人跟我说个步 我还得送外卖 不嫌了啊 你如果遇上这场事 就找个警察叔叔啊 绝对好事 哎哎哎哎 哎哎 走了 哎 马化东是个 喂 爸 星辰 你是不是要造反 我怎么就伤了你这么个孽障 给你半个小时 马上给我滚回来见狗老板 爸 我都说过多少次了 我就算去死 我也不可能嫁给那头肥猪的 现在咱们安心集团 自己练出了问题 继续搞老板的订单 这么多年 爸有没有求过你 你能不能体谅一下爸爸 爸 您先别着急 我们肯定还会有转环的余地的 这样 您再给我点时间 我肯定能找到那个 能让我们叶氏集团起死回生的贵人的啊 叶长 你必须嫁 我爸要是非让我嫁给那头猪 我都不如嫁给这个送外卖的 喂 给你一天时间 我要马化东的全部资料 这外卖也不好干 一分钱没挣着 还倒贴一分 喂 老马出现了 你快点 我知道 怎么了 我刚从这路过 不知道哪冒出了个电动车 直接把我撞飞出去 董事 快 快扶我起来 我还有几个单是没送呢 你说这样了 还送什么顶呢 走先去医院 那怎么行 不能因为我就耽误客户啊 再说 如果被投诉 不光这个也奖金没了 还会被裁员 你别急 要不这样 你把你的订单全转给我 我送你医院 我帮你送 行吗 太太谢谢兄弟了 我这就给你抓 转过去了 单子 我转给你了 有一个单 你要留意一下 是送到锦绣酒店婚礼现场 这个单子比较贵重 你接送啊 都要小心 行 我先送你去 然后再送给他啊 好 好 谢谢 没想到和王磊这王八蛋还聪明 好 好 您好 您盯的花已经放在那个锦绣酒店的门口了 我就在这儿 您过来拿一下呗 妈 这不是我的傻逼浅姐夫吗 你之前住院不都快死了吗 怎么 又重生了 看他现在这副穷酸样 还不如死了呢 我穷怎么了 我再穷 我也是靠双手挣钱 总比某些寄生虫啊 要活得坦荡 我看你是后悔了吧 前些日子 你还装病 骗我女儿同情你 现在 你知道我女儿 要嫁给王磊了 肠子回清了吧 我看你是专门来砸肠子的 他也配 他就是个人尽皆上 杀夫骗宝的毒妇 白送你 老天真是瞎了眼啊 他们应该举办明婚的 面敢真乖 呦呦呦呦 吃不到葡萄 说葡萄酸 你这种穷逼 我见得多了 我现在这个姐夫 可是比你有钱有势的多 识相点赶紧滚 那我还是肚子 你 我 我看你是专门来捣乱的 不走 不走也行啊 老娘 我就好好地给你算个账 我女儿 温柔跟你结婚八年 赔偿 青春损失费十万 差点被你害死 医疗费二十万 物工费十万 共计四十万 拿钱来 行啊 那我也跟你们一家子 不是算算 结婚彩礼费八万八 结婚八年 所有的吃喝 全是我自己掏的钱 还有你啊 你身上穿的衣服 机箱面手术 全是我买的 你要是不脱下来 我现在 你胡说八道 这些都是你资源 孝敬老娘我的 对 又不是我们求着你要的 没错 是他们你见 真是老母猪带兄罩 一套连一套 一家子不要脸的吸血 我要是知道 今天是好温柔酒 我就不送他花篮 就应该送他个花圈 祝他婊子配狗 天长地久 我怎么了 我看谁敢在我的婚礼上闹事 妈 没事吧 你够事了吗 花东 我妈要我个三十两短 我饶不了你 就走了 花东 是我的贵宾 啊 姐 我真越来越搞不懂你了 她算哪门子贵宾 你懂什么 今天来的所有宾客 都是你姐夫的生意伙伴 所以你就算要收拾马花东 也给我忍到婚礼散场之后 花东 冤家一解不一解 之前的事情我可以既往不咎 但今天我想请你帮我个忙 牛逼什么好批的 赶紧放 我想求你 当我和王磊的证婚人 这样大家才会相信 我们之前是清白的 清白 你背着我搞爆鞋搞了多少年 野种都会打酱油了 你任我跟你做证婚人 你是疯了 随便你怎么骂我 但是这个证婚人 你当也得当 不当 也得 真是又当婊子 又离牌了 我多跟你呆一门 我先走 再见 慢点 这花怎么这么早 我都敢送了呀 这样 你今天送外卖的工钱 我包了 待会儿给我们当个证婚人 否则 我就会告到你经理那些 让你卷铺盖走人 我当时 真是笑得多 肚子 让你当证婚人 那是看得起你 只要你承认自己是个废物 养活不了老婆孩子 而我和温柔才是天生一对 这钱 少你 收下吧 你送半年外卖都挣不了这么多钱 没错 行 这个证婚人 我等 接下来 有请我们的证婚人 神秘嘉宾 马化东先生 上台讲了 想得好 一会儿给你加钱 要胡说八道 哼 哈 大家好 我是马化东 今天呢 是这场婚礼的证婚人 台下的新郎 是我的好兄弟 新娘 是我的前妻 胡说 真敢上台啊 老婆都给好兄弟上床了 还潜个B点 给人上台证婚 头上都轻轻草原了 说不定人家 就是喜欢戴绿色的帽子呢 我今天特别想说一句 这对B人 这是天真之恶 哎呀 其实有一件事情啊 我一直没想明白 就是他两个人 是什么时候 搞的 宠王上去 我的前妻 何在我的婚姻存续这些 和王磊通奸 生下野种 让我帮忙养大 这都不算完呢 怎么着 他们两个 竟然想吓 不害死我 杀我骗宝 你们俩就是当代的 西门乡与潘基连 太过分了吧 这我们是人 是吧 这么造型天然的事情 你们都做得出来 干扬了 马化东 我杀了你 各位 我们金城铸的这位新人 表子派走 千尝金酒 我杀了 不完成 看 知道 很 你 写 很 写 你 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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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了 拔你的轻 结圈一把出唇 太他妈丑了 不不不不 嗯 我能站住啊 我知道你在这 哎呀你没坐没坐 坐都不用坐了 我来是通知你 没开除了 开除 为什么呀 为什么 你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 他问为什么 你心里没个逼数吗 一定是那个狗男女 竟然够了雕准 不是 让你听我解释 让你送一个花篮 你直接把人家欢愿给搅弄了 你还解释什么 我这儿会容不下你这段话 现在 立刻转上户盖 走人 行 我算是肯定的 我走可以 站上来让罗兜 你得咕 不说我这 我还是头一次听说 开除一个万万远 还需要什么复成的 仲裁是吧 好 随便 老子今天一分钱都不会逼你 来 我把他都选出去 你 你刚说 你答应了我告诉 你别别乱了 放开我 说点 你 刚送了几天外卖 现在又失业了 哎 只能重新找刚才 对 我都成成活蛋了 你还抢 有病啊 干什么 我还好东西吧 有人托我给你带句话 以后夹着尾巴做人 要不然下一次 丢的就不是包了 住手 喂 发东哥 从今以后 你跟我混 怎么样 你是上次抢我电动车的美女 原来 本小姐的美貌 这么让你神风领挡 念念不忘 她都不是啊 你出现在这儿我挺意外 不用意外 本小姐呢 其实已经暗中观察了 很久 马化东 南 三十 海中本地 原本在财经建筑事务所上班 但很不幸 你被裁员了 妻子出轨 刚离婚 紧接着呢 送了三天的外卖 又很不幸 刚刚得罪了客户 被快递站 扫地出门 你抄啊 哎 我可没有别的意思啊 我就是想说 我看过你做的项目书 真的非常优秀 只不过你这些年的功劳 都被你那个叫 无耻的同事给抢走了 这种人 叫什么无耻 干脆就无耻算 哎 总之 财经集团 这些年一直在靠你一个人来支撑 他们财了你 就等于财了自己的大动脉 你是批千里马 你缺的 就是个伯乐 而我叶星辰 就是你的伯乐 我叶氏安心集团 现在正好有个职位 非常适合你 你大展拳脚的机会 来了 苍龙飞渊不前 凤凰废物不期 这种简单的道理 不用我说 你肯定也懂 对吧 你先不用着急回答我 给你点时间 好好想想 如果 你想证明自己 如果你想一学前耻 直接来请检上这个地址来找我 我叶星辰 愿意帮你 走了 想破烂的 宴会今天有贵宾 还不快滚 你哪个眼睛看着我想解疯的 我是说要来参加宴会的 全就这样也来参加宴会 要不我一抛尿吧 一刺香 什么很臭的 要是接饶了今天的贵客 我这手里的 可不是晚上 我说你 怎么说呢 怎么他妈哪都有你啊 这可是叶小姐办的招商会 岂是你一个穷逼能建立的地方 白安哥哥 这个人我认识 素质差得很 哪里有厂子就是杂难 你们小心饭碗不保啊 还不快滚 待会叶小姐来了 小心打在你那儿勾推 我就是你们口中的贵客 这个 就是叶小姐给我的要求啊 你还真是赖喊们想吃天鹅肉 叶小姐可是千金之躯 行业新兴 只用一年的时间 就把叶氏从吉吉无名 做到了市值百业 他怎么可能要求你一个穷屌丝 你还是赶紧回去送你的外卖 忘了告诉你了 这废物 早就被外卖展开除了 穷人哪 就要有做穷人的觉悟 你啥得跟着我爸爸 不像这个 这金剑 好像是真的 这不可能 马化东什么货色我最清楚了 他要是能搭上叶家这条鞋 他这一会儿能像他这副鬼样子吗 我告诉你 打死我不行 叶小姐是出了您的报警 我猜 你会死得很惨啊 你别后悔 快来人哪 这里有人闹事 谁就来吵吵吵吵 这是大小姐亲自设计的至最妖精汉 全海昌只有一个 谁死的 找死 我 我 王经理 这不可能啊 这 这妖精汉他肯定是假的 放屁 我是安心集团的008号员工 大小姐的自己化成灰我都认识 你敢质疑我 王经理 既然这情景是真的 那 那他就更过分了 他就是一个送外卖的 真相只有一个 他 就是个贼 你说什么呢 竟敢连我夜市的邀请函都敢偷 我看你是昏腻了 来人 住手 我看谁敢偷 这就是夜家大小姐 你好 马化东的请柬是我亲自奉上的 这是谁死的 嗯 夜的消息 你肯定是被他蒙骗了 这个让我了解他 我是他前妻 他就是个烂泥粉丝的大废物 走 夜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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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有下次 也就辞职 化东哥 你能来我特别开心 看来 你已经做出正确决定了 感谢各位在百忙之中来参加夜市招商会 安心集团能在短短的一年时间内 冲破百业市值 基深建筑行业龙头 离不开各位的鼎力支持 今天 我仅代表夜市上下 对大家 表示由衷的感谢 我可是听说 夜市资金链出了问题 已经收到了退市警告 所以说 这夜大小姐这么水灵 到头来 却便宜了狗老板这孙子 星辰 我来了 星辰 我今儿过来是给你送聘礼来了 我已经明确拒绝过你了 请你自助 这里不欢迎 星辰 我今天过来是专门给你准备了一个好消息的 夜小姐 我们公司的实力想必您也知道 就在不久前 我们还得到了天马集团的青睐 对方准备为我们注资十个亿 来帮助我们竞拍市中心的001号地方 全球第一的天马集团 我没听错吧 狗老板还真是人不可貌相啊 十个亿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夜市如果能够承包这个项目 那就不用退市了 只要你愿意嫁给我 等我拿下那块地 咱们一起经营 我夜市 就算是破产退市 也绝不可能答应你的条件 队星辰 你别给脸不要脸 今儿我把话放这 要么 你乖乖地嫁给我 要么等我吞并翻你夜市之后 你 求着我去念 两条路 你自己选吧 你这哪里是合作啊 根本就是明强 今天我要向各位隆重介绍一个人 有他的家忙 我们夜市一定会重振起步 到时候 谁收爆谁 还不一定呢 叶星辰 我没看错吧 马化东 这个被我前两天亲手裁掉的废物 狗老板 敢不敢和我打个端 就赌你手里这十个亿的资金 如果我赢了 拿下竞标 天马集团的注资 归我 好 如果我赢了竞标 我要你夜市百分之五十一的股份 我还要你的人 成交 你疯了 是个亿不是小福 从我见到的第一年起 我就认定了你 我相信你 可是我 行 那咱们就以三个月为期限 也请各位给我做个见证 行 行辰 我要你自己乖乖的爬上我的桌 结合江海市市中心001号地块的形状和区域特点 我们要把它设计成一个住宅 办公 娱乐 及一身的多功能建设作合体 尤其是超高路层 我们要把它打造成未来五十年的江城市海城地牢 我去 已经凌晨三点了 你们怎么还在这 我宣布 从本周开始 一直到金标大会期间 大家的日工资 都按三倍结算 好好 那好了 今天大人先到日 先过去休息 吧 我去 我去 已经凌晨三点了 已经凌晨三点了 你们怎么还在这 华东哥 你辛苦了 这两天你都没怎么休息 这可是十个夜的毒液 我可不想你输给这个新狗的帮帮他 你这是在关心我吗 也不是 新狗的这个人吧 阴险狡诈 而且裁剑的这个财力 也不容小觑 我们还是小心点为好 可裁剑的实力 原本就来业于你啊 当年你有能力 能把他们 从默默无闻 到行业顶端 现在肯定也有能力 把他们踩在脚下 其实这几年发生这么多 我都想放弃了 你真的愿意相信我 华东哥 我相信你 不管是实力 百业 甚至我自己 我都敢交给你 我突然想起来 咱们这个项目 应该还能招点 好 听说安心集团待遇可好了 没有996 加班还有三倍工资 福利只是一方面 关键领导都有真本事 能出国 这年终奖也多 安心集团和咱们前公司 财经建筑是对价 能要我们吗 哎呀 又没签什么敬意 我们也有真本事 你怕什么呀 大不了 多舔舔面试馆呗 各位好 我是今天的面试馆 马华东 如何 谢谢 欢迎加入安心集团 谢谢 这一下可完了 这马华东怎么会是面试官 他不是在送外卖吗 是啊 他以前在公司受欺负的时候 咱们冷眼旁观 他还能要我们了吗 要不咱俩还是自己走吧 不要去丢这人了 咱俩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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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 就算没面试上 最起码的尊重还是要有的吧 就 就是 你可以怪我们以前冷血 但是如果你想要打击报复的话 我 我们也是不好惹的 我们也是不好惹的 欢迎你们加入安心集团 你不怪我们 还让我们入职 之前 我都没有勇气去做反抗 孩子们要求 让别人去帮忙 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 安心集团不卡宁领 没有潜规策 你们能力我是知道的 免事入职 东哥 我们俩以后一定会好好跟着您 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再说了 公司谁不知道 东哥的成果全被无耻给透了 狗老板眼瞎裁掉我们 裁进离倒闭就不远了 夜市集团怎么样 老板 他们最近正在招人 但您别担心 马化东那个废物 把咱们裁掉的蠢货全给招进去了 有他在 夜市被拐 这么说 我还得谢谢马化东了 他安心做成一个垃圾回收站 我倒要看看这群废物 他拿啥用啊 即使是面对一群废物 我们也不能掉个星星 你最近的工作进程很慢 这也不符合我的工作预期 您要是不想干了 你就直说 老板 都是因为马化东那个疯了 他把电闸给拉了 导致公司很多资料丢失 我已经派人加紧修复了 我会耽误整体的进步 之前那些项目可都是偷马化东的 这时候千万不能露馅 又是马化东 如果我征服了夜行程 有个后悔来到这世上 工作是工作 生活是生活 谢谢这次让我借住在你这儿 但你放心啊 我肯定会按时给你房租的 谁说要收你房租了 能不能放轻松点 尝尝这个 这个呢 是我朋友从法国给我带回来的 尝尝 怎么了 是喝不惯吗 可能是有点累了 我休息会就好了 太累了 我看你总是揉这里 是不舒服吗 我看你有点喝多了 你也早休息吧 哎 怎么了 你真的想跑 没有 我去给你做早餐 放心 我回给你了 这 竟然被他老子滚出了那里下去 老板 我的人不只一次看到他们举举亲 这次居然直接石垂住在一起了 我看 那个夜行程 他就是为了七年 他才故意和这个马化东一起睡 表达 烧火 老子哪一年比不上了马化东了 哎呦 你有那么大火器吗 我来 给你敲敲火 我 老伯 还是你在懂我 嗯 不吃 哎 哎 我要你这么做 好 好快哦 哈哈哈 老板 这都高 高 高 哇 没想到你处理这么好 嗯 那你以后 天都要给我做 休息个蛋 嗯嗯嗯 嗯嗯 嗯嗯 老板 公司的资料是有人烧了 什么 叶总 叶总 都看过了 报告的人 不知道用什么办法进的门 等发现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了 监控呢 监控也坏了 什么 对方肯定是有备儿的 能干这个事的 也只有那个姓狗子了 这个无耻小人 我们累积了这么多年的设计图纸和材料 好多都是孤品 连备饭都没有 这可怎么办 你别着急 我要办 别 别 你不说吧 你不说吧 确实是我们的问题 大家放心 我一定会给你们一个交代的啊 交代个屁啊 这些产品 是我们用技工 设备和特殊工艺打磨的 再加上前期的盐挖费用 损失期望大几百万啊 就是我这边 什么都联系好了 就等图纸生产 物工费 原料费 少有那么多厂家 那么大的损失 你们赔得起吗 大家先冷静一下 我举全公司距离帮你 你这样对我 你要我怎么冷静 田建总 兄弟 你冷静一下 各位 给我们一点时间 我保证 今天之内 一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 哼 你们公司 最核心的资产都烧光了 坐等 破产七色 少在这儿 跟我们扯这儿 有的没的 看他们还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待个一半 就当给我们补偿了 能少费点细点 走 对对对 走 你们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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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折 这 这是怎么了 我可是有夜市百分之五十一的股份呢 你就是 带给我个交代啊 我告诉你 你别骑人台山 这把火明明就是你放 你还敢在这儿大放厥词 就等着坐牢吧 你 他们一看就说有贝尔来 故意接你的 别搭理你 你哪只眼睛看见是我放的了 你有证据吗 我告诉你 话不能乱讲 小心我 告你匪 我 我妹是刚刚听说这起事故 特意赶过来慰问 叶大小姐这么说 那可太令我们老板伤心了 哈哈哈 没事 我不在乎 反正他的人迟早都是我的 刑察 要不这样 只要你愿意嫁给我 再让马化东给我跪下磕十个小头 我就参与这事 帮咱们把这烂摊子收拾了 走着 嘿嘿这样 对主协议就算作废 叶总不仅可以从麻烦能脱身 还能安心的在家当个副太太 两全其美 信狗大 别做梦 只要我叶星辰有一口气才 你就休想斩职夜市 告诉你 想让我嫁给你 除非我死 信狗大 你找什么协 三个月的期限还没过 而且 这是安心记者 现在请你离开 哎呦 这才几天 我这就这么帮他卖命 昨天晚上你们俩过得还挺滋润吧 你 但是我告诉你 你们撑不了三个月了 要不是今天 我帮你们出资还债 你们明天就得破产 所以 现在 耶稣来了 也救不了你 我说的 我看 是谁家的狗子狂吠啊 爸 你不是在非洲吗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敢欺负我儿子 你不要怒我啊 不是 爸 你别闹 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等我忙忙去找你 阿三 有霸装 不用盘 不就是要钱吗 要多少我给多少 安心集团 我投病 这吹牛的本事也遗传啊 真是有妻不必有妻子 俩蠢货 就一个穷横的 哎 你一个破 保安你拿什么投资啊 儿子 这三十多年 让你受苦了 如今 你的品性 能力 眼光 都远超当年的我 恭喜你 通过了测试 从今天开始 我们老马家的外溢资产 将由你来接受 哎呀 这哈不多得了 说你胖你还喘上了 你们俩个个罩给我演抓娃娃呢 就别在这丢人现眼了 老公 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啊 这谁是丧家犬难道还不明显吗 你反观看看我才进几筒啊 你以为这十个亿的注资是怎么来的 还不是我在世界第一的财团上有人 我倒想知道知道 到底谁是你的靠山 会让你在这里如此嚣张跋扈 也难问你 你一个臭保安见过什么大人物呀 你见的最多的估计就是你这送外卖的儿子吧 你 没错 华东是送我外卖 但并不代表他低人一等 而且他这么美分钱可都是干干净净的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告诉你们又怎么样 这大人物就是江州首富的得力干将马鱼 李星辰 趁我现在还看得上乖乖跟我走 不然我要是属出什么其他手段 你面子上挖不住到时候都没地儿哭 实话告诉我 我跟华东已经私定终身了 我伤是他的脸死是他的鬼 你就别吃鸡往下 不见棺材不落泪是吧 好 那我就现在通知你们所有客户过来跟你对照 我要你今天就破产 你耳朵聋了吗 我已经决定要投资夜市集团 啪 你别闹了 叔叔 我知道您是好心 但如果这就是我夜市的命数 我也认了 但无论如何 我都会跟他们拼到底 闺女 好孩子 我们家这傻小子眼光不错嘛 不过你放心 只要有我在 你就还是夜市 至于他 我会让马鱼把头子撤回的 喂 马鱼啊 我要在三分钟之内 在安心集团见到你 你一个老宝啊 你说你能叫来天马集团的马总 你要是能叫来 那我就能叫来天马集团的董事长 世界首富 你跟天马集团的董事长 你说 你个老灯跟马鱼总很熟嘛 你可知道 马总一分钟挣的钱 比你子子俩加起来 一辈子挣的都多 马鱼能挣多少钱 全在我一念之间 哼 这只屎克朗打哈欠 你好大口气啊 哼 我也知道你姓马 但是你不能狂妄无知道 跟人马总比吧 还有两分钟 哎哟 我是真不知道像你这种社会的 底层人会叫什么人来冒充马总 哎 该不会是那些得了劳病的工友吧 哈哈哈哈哈哈 你要是真能把马总找来 安心集团给我们造成了损失 就一笔勾销 好 这点是你说的 行了 老师玩够了 把这个满嘴跑火炙的老灯给我扔出去啊 你们干什么 跟我玩圣针父子兵是吧 那就把咱们俩一起给我扔出去 把县城留给我和叶大美女 我有急事扔出去 我告诉你们 谁敢闹说我可报警了 我们这群人就是吃狼饭长大的 兄弟们给我上 上 直接到 死到临头了还说 放狗 他妈找死 哎 这不是马总吗 这 什么风 把您给吹来了 那不是因为你 我 这 让我听到这种话 从你的狗嘴里吐出来 老子把你的舌头给拔了 是 马总教训的是 好小子 哎 这么多年不见 梅雨他跟小时候一样 像你爸 唐叔 我一开始听那个姓狗的叫你的名 我还以为出名呢 没想到真是你 等等 唐叔 他是你唐叔 是我唐叔还是你唐叔 长得还是有那么几分笑 老子差点被你们给骗了 嗯 嗯 我说呢 就你们这种底层的垃圾 怎么可能喷得上马总的关系 哎 当初我 也只是远远的看见过马总一面而已 虽然你这唐叔 虽然你这唐叔确实长得有点像马总 但别忘了我可是火眼金灸 差点被你们给骗了 胖子 可你是不想活了 好大的官威啊 兄弟们 这老东西冒充马总 给我把他的脸抖了 马总 疯了 连我都干扰 把这个假冒的抓去见马总 马总一高兴 说不定还会追加投资 嘿嘿 马总 哦 我在安心集团抓到了一个冒充您的骗子 您现在在哪 这就把人给您送过去 任凭您发落 哦 这么巧 我现在就在安心集团 哎 是吗 那 您在哪啊 张大 你的狗眼 往后看 哇 不会真是马总 哎呦 哎呦 马总 我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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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对不起 马总 都是我不好 我永远不是泰山 你 你就饶了我 过了 知道错了了吗 都是因为他们两个 要不是他们两个 又不可能认错你 我这样就就是把他们两个的腿打断 死不回来 你知道 他俩是谁吗 一个送外卖的 一个看大门的 这位就是 天马集团的董事长 世界首富 马刚飞 不是 马总 您在开什么国际玩笑啊 这位是 世界首富 天马集团董事长的儿子 马化东 不是吧 你之前不是在费手打工 然后回来做保安 怎么就成世界首富了 这个事情我晚点告诉你 老狗 现在 还有什么话要说 叶大小姐先抱上世界首富的儿子 首富竟然要投资安心集团 这下我们真的能安心了 我愿意继续和安心集团合作 这次火灾造成了损失 我自费承担 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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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和理解 一会儿我就让秘书带你们去前台登记 大家放心 这次火灾造成了损失 我一定一分不差的 全部赔付给大家 小李 大家跟我来 走走走走走 小李 那这两个人怎么办呢 这个幸福啊 他不是这么好东西 要我收拾他 我就先我手脏 哎 小李兄弟 你们要想不被牵连的话 就把他拖出去 啊 哎哎哎呀哎呀 就八卧肚 你爹 没得你爹气什么都不是 什么 你输了 大险约了我真夫妻 我走到今天 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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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我全是我自己 而你呢 一直被我踩在脚下 就凭你屏股冒出来个爹 就能把所有局势全部逆转 你就是一个只会靠别人自己没本事的废物 好啊 那我就让你说的幸福 我给你一次性 敢不敢跟我比谁一致 他必要不便 怕什么 三个学长 江城市001号地方招标 财劲和安心一起参与 我不让我怕三个 只要你能成功赢了我 拿下钱 天马集团给你注资的十个月 你粉丝 行 算牛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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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爸 你是世界首富 你为什么之前一直骂着我 小董啊 我带你去个地方 去了你已经明白了 我带你去个地方 去了你已经明白了 这就是你哥 爸 我什么时候有哥 我是世界首富天马集团的董事长 我的儿子是含着金汤石出生的 你哥他从小就要什么有什么 娇奢淫义无法无天 都怪我 等我反应过来想补救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了 那 他日子不死 他认识了一帮湖旁狗友 天天臣女酒发赌场 后来有一次啊 他喝多了 跑去跟人飙车 结果 车毁人亡 你哥走了以后 我就再反思 是不是我的家庭教育理念出了问题 我太你爱他了 我也让他的生活过得太富足了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他是不是 就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爸 你别太自责 人哥有命 这也是哥他自己的选择 我就是不想让他吃苦 如果我让他多尽了一些坎坷 他也许就不会死 其实 我也差点死了 我知道 跳楼那次 我让人在底下安排了气垫 你被下毒的那次 我就在监控旁边 儿子 人一辈子 会遇到很多挫折 你爸 我也是经历了很多坎坷以后 才爬上首富这个位置的 这个位置将来是要传给你的 如果 你不经历这些坎坷的话 我把你捕你哥的后尘 我还好 你做得非常不错 你是一个合格的继承人 只是 爸爸希望你 不要怪我之前骗了你 我也是经历两次生死的人了 你也帮了我这么多 再说了 哪有儿子不原谅父亲的 那个面都是你哥的 儿子 从今天开始 你想做什么 就做什么 爸爸永远在你身后 做你最坚强的后盾 爸 你可以白手气下 把天马集团做到世界第一 我也可以 你儿子不比你差 很好 如果你能超越我 对于我而言 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呢 一言来定 一言来定 三天 我给你的三天时间 必须给我拿下安心集团 要不然 要不然你们所有人都给我滚蛋 此事老板 他们背后现在站着天马集团 咱们怎么斗得过他们呢 这有吗 教你吗 你要是没脑子你告诉我 啊 你这个位置有的是人想说 明白吗 都听到了 老子给你们两天时间 给我整理出三个方案出来 都愣着干什么 公司把你们招进来是解决问题的 不是来等几下屋了 吴总 两天赶三个方案 工期实在是 时间是问题吗 是理由吗 安心跟我们在同一气泡线 废物 一起废物 说 吴总 我有一个主意 说 哈哈哈哈哈哈 好好好 那这个方案就交给你来执行 记得千万不要留下什么把柄 只要能赢了马化东 哈 你就等着升职加薪吧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Hearts 马化东啊马化东 知道了你的方案和标底 这次想不赢都难了 后天就是金标会了 出门的怎么样了 老板您放心 这次我们赢定了 行啊你小子 让我们等你好消息了 以上就是我们财禁建筑事务所的设计方案 谢谢 马化东 这次我赢定了 感谢财禁建筑事务所的投标方案 演说 下面有请安心建筑集团的代表上台 没想到吧马化东 你就等着赔那十亿 各位请看大屏幕 这就是本次我们安心集团的金标方 你这方案是不是搞错了 恭喜安心建筑集团成功中标 老板 不是你个废物 你不是说肯定能赢吗 这为什么是安心集团中标了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老板 我没明白 明明摆通了小李 拿走了我们的竞标方案 对吗 你居然知道 因为是我故意让小李给你的 那是我们的废弃方案 对不起了 吴总 别来无恙呀 你他妈收了老子的钱 给了老子一份假吗 你只是说要方案 也没说要真的还是假的呀 你以为所有人都像你一样 毫无直接操守 只知道那些下三滥的手段 你敢骗老子 我去你的 老子把自己所有身家全都按到这个赌注上 让你来作风啊 你就拿一个别人的废方案来唬唬老子是不是 我去你的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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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子 听家道 你 你黑龙子 兄长 兄长 我说两句啊 赌约 你们可输了 十个亿呢 一分都不能少 而且我还给你们两个准备了一份大礼 就你们两个干的那些龌龊事 我早就把证据搜集好 交给警方了 到时候啊 你们就等着吃牢饭吧 星长 星长 别别别 别这么一回事 他们俩们还是有婚约的 你看咱们还有鸡妹妹 那摄影我不要了还不行吗 我不用了 星长 你别吓你了 别动我怪你们的老八蛋 老不死 你干活还手 我都给你擦了多少屁股 你以后你的钱怎么了 星长 这件婚纱很适合你 要不试试 好啊 她是谁 我问你她是谁 他妈闹够没有 赶紧滚回家带孩子去 你个王八蛋 我为了你和马化东离婚 结果你现在为了这个小三 你要跟我离婚 你还是个人吗你 你也不看看自己什么德行 秀容又成 我怎么看见你就想吐 华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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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错了 你帮忙我好不好 王雷他就是个混蛋 他活到我家暴我 他拿着我的钱去养小三 华东 我知道你是最爱我的 我不复婚 复婚 我以后一定跟你好好过日子 好不好 阿姨 你有没有听说过 对待前任最好的方式 就是当他已经死了 而且王蕾刚才有句话 我觉得说的挺对的 我看见你啊 你个小兔 好马不吃回托草 不过看在我们夫妻一场的坟上 我可以再帮你一次 让他 不再出行电话 这次 真的吗 你真的愿意帮我吗 三天之前 我向警察提交了你们杀人为贼准 刚刚收到消息 罪证 成立 我知道 什么杀人为贼 华东 你个卑鄙小人 他老子出来了 谁弄死你 王蕾 这样 他就不用担心他的男人 四处找别的女人 欣辰 谢谢你 从现在开始 我才是真正的告别过去 恭喜你啊 重获新生了 星辰 那你愿意和我一起 打造属于我们的未来吗 那我可得好好考虑考虑 嗯 完全好好考虑 哎 还不快给我戴上 认识